完美的一天不但只要有元气满满的早晨 与好友在传设欢聚一堂 更要有对的健保计划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您不仅享有零付费的医生看诊 听力 牙科 视力 普通药福利 您还可以额外享有集更多中心健保 让您以优惠的价格获得更多的福利 这是一个真正为您着想的计划 您可以放心地把健保交给我们 中心健保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以您的健康为中心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即将结束 大家都知道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借你点击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的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分享生活艺术 唱谈健康人生 张玛丽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嗨 大家好 早晨 多谢你听美丽人生 张玛丽 我相信如果你有留意香港新闻 都知道了 香港就刚刚打完风 这个风的名字都挺有趣 叫小犬 就好像小狗 这个风其实就很多人失去预算 因为为什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说到 这个风未必会吹正啊 你知道香港人就很喜欢自己在那里猜的 那想着他吹不正就没问题了 是吧 那怎么知道呢 就在很短的时间 昨晚就只挂到九号风球了 那其实每一次香港挂风球呢 无论如何都好 我想天文台呢 都是很惨的 就是无论怎么样挂波 都是被人说的 那我觉得今次呢 就真的要帮天文台 我觉得我要留意到 因为我刚刚回来呢 是外国 那我就很留意到 诶 就是究竟这一次的风是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试过山竹的时候呢 是我有一个 就是自己的物业呢 就是四层楼的 那那个顶楼呢 正确是被山竹的时候呢 是整个顶楼吹了去的 整个顶楼吹了去的 那经过了那一次之后 我就发觉到 就是风的威力 原来是很厉害的 那今早早我睡醒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八号风球 那还有呢 我讲讲香港时间 那另外呢 就是还是黑雨的 还是黑雨 那一直就试过香港呢 就黄雨 黄色的雨 就跟着到红雨 跟着到黑雨的 那黑雨当然不用上班了 那起床的时候 已经是八号风球了 那就昨晚呢 就是九号风球了 那他们就说 很短时间 就挂九号风球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由三号风球 一转转到八号风球呢 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这个风 是一个真的台风来的了 就不是说那些 就是好像玩玩玩 那有时你知道 很有趣的 天文台挂了风之后 挂了波之后呢 那就很多人觉得 哎呀我这里都不是很大风啊 那出去看浪啊 冲浪啊 什么都有了 那我觉得 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 那其实天文台挂波呢 我都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 都是说其实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保障大家市民的安全 那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这次呢 就都挺大件事的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风呢 就是令到二十几个人 是受伤的这次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呢 什么原因会是这样呢 我想最主要呢 就是那些人 就是不要把它当是 一个就是很严重的台风 那我简单点说几样东西了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打工仔 我都见到一些老板都说的 他说其实 这个是香港人的精神来的 就是我们拼搏 我们劲力 那又没有人说 最好就是 就是星期日打了风 星期一就不用返了 全日比较了 对吧 就是挂到去五六点 那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就是多日打风假 叫做 那其实我想这样就不是很对的 那我自己看到呢 整个情况都真的挺差 因为很少听到 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受伤的 那今次呢 就是男男女女 都有很多人是受伤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自己知自己事了 那除了真的要上班那些之外呢 有些人根本上是 真的出去玩的 就是我见到有些人呢 是特意走出去 打风的时候 就去冲浪啊 看浪啊 那样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其实不是这么好 全世界都是 不只是香港 现在全世界呢 都有同样的情况 就是那些天气的转变 我经常说 叫climate change 是很大很大影响的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的天气是这样 没得说的 现在是完全 就是正如专家说 天文台今次呢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 作出一个判断 然后很明显这个决定呢 就是为了 令到大家 就是市民安全 那所以这个小犬呢 大家就可能觉得 他真的以为他是小犬 但不是的 其实呢 那些专家出来说 就不是天文台下的专家 那些天气象专家 那他就说 其实呢 如果就是这个小犬 是直接正面 催离香港的话呢 其实呢 都挺大件事的 那我们经过 正我说的山竹 大家都明白 那他最主要 仍然是希望市民 能够安全 那我今次看新闻的 那就见到呢 有二十几人受伤的 就是男男女女 有二十几人受伤的 那这个风呢 现在就是一路呢 就去着广州那边的了 那但是香港呢 跟以前一样 跟上次也都一样了 就是有山泥傾瀉 那有九中的水浸报告 那有十六个男士 十三个女士 在风暴的期间呢 就受伤的 那另外呢 会见到呢 当然 恒花村 通常都是重灾区来的 那些浪呢 就打到上海 一二楼这么高的 那另外呢 在恒花村的对面呢 如果你看回新闻 有兴趣的 真的可以跟一跟呢 就是将军澳那边 直接是完全的visibility 就是梦茶茶都不得了的 那其实呢 天文台已经很好 它挂了八号风球 我们其实就要预 可能会再有 更加高的风球 那又是专家说的 他说 如果我们不挂 香港天文台 如果不挂个九号球 突然挂个十号球 大家就中暖龙 那我就觉得 这次我自己 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感觉了 就觉得 有时我们打风 觉得它好像很静 好像没什么 其实不是的 就是我们说呢 通常那些大件事 就是在很静 是你觉得 是不正常的静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风 才是厉害的 那又看回昨晚 一直到今天 那风都挺强的 都挺强的 那有几样东西 我自己提 我就见到 就是有专家出来说 某些机构 那个就跟我们机场有关的 其实我们的游船码头 今次讲过机场 都是被人家说的 游船码头就是怎样呢 人家的船拍了案 老实说 有千几二千人出来 很好 在香港 震轻经济 谁知道 就是没有接驳的车 被人吵到暈倒了 现在慢慢就改善了 但那次我听 就是 那些负责人出来就说 那艘船 就一次过 就放很多人出来 我自己搭过游船 那些的士的联会 公司那些 就叫他们 派多些的士出来 那么他们呢 就没有安排到 那我自己觉得 那跟着又说 其实应该呢 这些时候呢 因为那些人 滞留了在个机场 那就机设不开了 你九号风球 当然不开了 是不是 那么很多人呢 就索性留在机场 就唯有在那里 等到 就是落邦为止 还有交通恢复 那我觉得这些呢 其实作为一个乘客 就没得吵的 我经常都去旅行 我都去过 外国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英国 如果去希斯路机场 我试过三四次 是滞留在那里的 他们的雪 落雪 或者某种天气不好 那就是我都试过 好几次 所以我很怕去英国的机场 那其实 你来到香港玩 去旅行 大家也知道的 是不是 天气的走变 就是这个全世界都没得说的 那我就常常都说 比如地震 打风 是不是 或者下雨 下雪 这些都是的 就是那些 我都试过去加拿大 那些snowstorm 哇 这些根本上 没有可能动的 那所以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不断 有时将那个责任 去推在 哦 因为天文台 就是怎么怎么 去挂球的时间 或者某个团体 他没有跟我合作 那如果他们是不愿意 或者是不可能 去这样做的时候 你自己作为一个主管 是不是 就是看香港的机场的运作 的交通各方面的 或者是你是一个游船上面负责 那些 我觉得你就要搞好 那个 就是交通 就不可以不断 有这些情况发生 我们直接听英文的人说 就是用英文说 就是说 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是不是 又没有车 我等了六个小时 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些呢 其实是一些 挺负面的PR 公关来说 就真的非常好 好了 听首歌 听首封的歌 听首歌 往事不记 往事不理 一生几多富于今 珍惜今朝 盼望以后 同道困苦与厄困 今天且相亲 哪知他朝不相分 地老天荒转眼 因而闻 不必怕多变化 风雨同路见真心 月缺一样 盛盛振 似是欢笑 似是苦苦 尽何分开假如真 忍怨不分 爱亦有恨 明亮背影有黑暗 今天且相亲 哪知他朝不相分 地老天荒转眼 因而闻 不必怕多变化 风雨同路见真心 月缺一样 盛盛振 往事不记 往事不理 一生几多富于今 珍惜今朝 盼望以后 同道困苦与厄困 珍惜今朝 盼望以后 同道困苦与厄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